舞台上高中生透過表演 展現多元學習成果 替113年度高中高級博覽會 記者會結台序幕 焦局透過博覽會 展現可得是各高中高級學校 多元精采的教學以及教育支援 提供桃園市的國中生 視線探索 有助於學生們更精準的 找到最適合的學校 我們這次的高中職博覽會 主要是希望說 把我們桃園 境內我們的高中 各個高中裡面 最多元最精采的地方 提早讓國三的同學 能夠早一點知道 有助於視線 有助於大家來探索 我們未來可能想 學習或者是想從事的領域 早一點探索 早一點學習 可以更早布局 那我們很感謝很多家長 跟很多同學 對這個3月9號10號 在桃園綜合體育館的活動 都非常有興趣 我們在這邊特別宣傳 歡迎大家一起過來 了解我們桃園各個高中高職裡面 重要精采的教學和精采的教育資源 這一次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 我們在中央的整個展區 有很多的創意的一個競爭的展區 會提供孩子們很多實作的機會 讓整個特別是技術與職業教育當中的各種類科別 可以精采的展現在大家身上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一些知名的一些 一些生涯當中有表現好的一種達人 或者是一些點判人物 來做一些現場的一個現身說法 然後能夠激勵學生成為一個拍型人 或者所謂的H型人 或者是T型人 能夠真的展現一些跨域方面的精采 然後讓他們在未來有一些生涯方面的啟示 記者會上副市長舒俊斌也分享自身經歷 說自己在升學時花了不少時間摸索 而現在的國中學生可以透過高中高職博覽會 及早進行探索 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學校就讀 同時也有助於學校找到最適合的學生 高中基本上都是按照分數在排序的 並不了解高中裡面有哪些資源 更不要說是大學了 所以高中大學就是看著分數 可是常常都是到了大學之後才發現 所學的不見得擅長 或者不見得有興趣 為時已晚 如果說我們能夠在大學之前 甚至在高中 甚至是高中之前的國三 我們就有機會了解到 我們學校有這麼多的資源 甚至是農業的 甚至是動力機械的 甚至是文學的 甚至是各種科技的 都有可能有一些高中特別擅長 那如果能夠得到這樣子的資訊 然後進來早一點來學習部署 未來有助於他能夠更精準的 學生找到最適合他的學校 而學校也找到最適合他的學生 招局表示 桃園市113年度高中高級博覽會 3月9號10號在巨蛋舉辦 今年以科技領導創新意 桃園教育展活力為活動主軸 結合公司立各高中職 專科學校以及馬祖高中 中正玉校等39所學校社團 更多活動詳情可以查詢博覽會網站 記者 東予菲 桃園 採訪報導 記者 東予菲 桃園 採訪 記者 東予菲 桃園 採訪